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无声无眠 它也是不动的佛性 它不动的佛性 它就是不动的佛性 它是污染的污染 它没有污染在了意上 在了意上没有 只是你迷了 梦了 从越觉来讲 它在了意上来讲 众生相也是佛性 也是清静的本性 就叫众生这些相 也是清静的本性 没有区别 没有佛性 不让动性 没有佛性 没有佛性 如果有佛性 一定有迷的众生 如果没有佛性 众生也不迷 如果有佛 你一定有 眼前有众生 你永远找不到 佛性在哪 你永远不知道 越觉的真相 如果没有佛性 越觉就出现 众生就是佛性 只是概念上的 我们现在的 探讨概念上的东西 只是没有实证过了 这个我觉得 暂时不要探讨 即使佛在解释 这些东西 我就觉得 这就是佛说 我们用生死流转 进行去看涅槃的境界 就是说 这个是还没有意义的 谢谢 因为你不断地在动 就是说 周形爱移 你船在往前走的时候 爱也在移动 两个都在动的时候 你是看不清真相的 你的众生心在动 佛性也在动 你怎么能看清佛性 两个都在动 如船走的时候 看到爱在往后移 哪个是动的 哪个是不动的 因为我们在生面流转之中 但是这个生面流转 本不存在 本无生存 也无灭存 你不是通过修正 就灭了这个生面心 我说你现在有生面心 它如空花一样 不是说你修正几十年 把这个心就灭掉 没有 因为它本来就没有生存 因为它是虚空中的花 虚空中的话 不是说从虚空中我找出来的 它不是 它空花是无生无灭的 所以决心不来存在 但是你认为你在流转 你认为你通过二十年的修正 灭了这个众生的流转身心 正得了灭牌 有灭有德 有灭众生相 有德佛果 因为时间 这个二十年也是个梦境 在圆绝里边没有二十年 所以你本来没动 决心是不动的 本来就没展过 没动过 只是迷 迷看见就是这样 不迷看见就是这样 当我们六根清净的时候 看过去就这样 很简单 你就知道你本来就没有动过 你本来就是这样 是我们不敬才看到了众生相 这个不敬 也是个假相 知道吗 现在你是问我 我为什么不敬了 因为如果从了一讲 没有不敬 你说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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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